我们来看这道题 在T1这个时刻 作业J1到达 此时后背对列本来是空的 因此J1到达之后 后背对列出现了J1这个作业 而在T等于1这个时刻 J2和J3这两个作业分别一次到达 然后会被放入后背对列的对尾当中 所以整个后背对列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况 而在T等于2这个时刻 J4这个作业还没有到达 所以它和T等于1这个时刻的 后背对列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 而在T等于2这个时刻 也就是题目所问的这个时刻 如果使用先来先服务这种算法的话 它是从后背对列中 优先选择最先到达的作业 也就是此时处于后背对列对头的作业 也就是J1 它会选择J1进行调度 而如果采用短作业优先这个算法的话 是根据当前到达的这三个作业的 估计运行时间来选择一个运行时间最短的作业 可以看到J1J2J3 这三种三个作业当中 运行时间最短的是J3 所以如果采用第二种算法的话 会对J3这个作业进行调度 因此这个题目的答案选D 先来先服务会选择J1 而短作业优先会选择J3 好的 那么这道题简介结束 结束 我咋说 就像 なく我 这道题目的 都是